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发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最后寻情小组见到了烧伤女孩的同伴小芳 当时我因为我是准备外出 然后让她回去住 在客厅的茶几上就拿了我一般用酒精 扭开瓶盖就直接就倒在头上 就是用酒精 扭下去 扭了全身 然后呢 拿个刀就出来 她说 你到底给不给我 这最后你到底给不给我 我说我已经跟别人说好了 我说我要出去 我一定有什么事情能够好好说的 我就没有遇到的 我就把刀一直点燃了 烧伤的女孩名叫小游 是小芳的闺蜜 一直寄居在此 事发时 小芳曾提出让小游办理家中 谁料 小游的情绪却突然发生转变 拿着桌上一瓶酒精 从头临到脚 然后直接点着了自己的身体 一瞬间 小游立刻成为了一个火人 痛啊 火啊 就整个就 全身就能够看到肉的 我当时是能够看到肉的 她是长头发当时 是长头发 然后把火覆灭的时候已经没头发了 就是整个都已经浮肿 浮肿啊 很惨烈 她主要的这个瘦上的面积是在哪里呢 我看她全部都已经被包过起来了 就是从腰部往上走 腰部 就到头 到头 从头 小芳拿着一床被子企图控制火石 无法忍耐疼痛的小游 裸着上身直接朝大街上奔去 并大声求救 在医护人员的抢救下 几度昏迷的小游最终保住了性命 但她身上却已遍体鳞伤 是什么原因 会让一个24岁的美丽女生 做出如此不理智的举动 小游的现状又是怎样的 是小游是吧 对 你是今年多大年纪 24 24 这手上全部还是伤疤啊 整个上身都是 身上全部都是的 身上全部都是的 还好 我看你这个颈部 是百分之几十的烧伤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这里开始 就是 就是从 从领部以下 到 到窑子 到窑子 这里 我们在小方上班的地方 见到了小游 她全身被尝一尝骨包裹着 戴着口罩 甚少言语 裸露的疤痕 跟一双明媚的大眼睛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小游颈部以下 被严重烧伤 烧伤面积高达百分之五十 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24岁的女生 不顾容貌 不顾生命 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呢 你害怕吗 你害怕吗 不敢泼下去 你怎么样 当我一点上去 我就怕 你别后悔 你别后悔 我看你 就是你原本也是 一个长得很不错的女孩 你怎么会采取这样的一种 方式 给自己的身体 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因为是长时间以来 身后给了压力 但是就做什么都不尽心了 找个做也找不到 然后 这还没有人欠缺 甚至有时候能吃饭 都吃了问题 然后觉得 然后觉得 你活下去没得什么意思 回忆起事发时的冲动 小游懊悔不已 她坦言 工作生活逐得不顺 而她 又始终孤身一人 感到万年俱灰 因此 才有了轻生的念头 小游 为何会有孤单的感觉 事发后 她的亲人们 又在哪里呢 她当天晚上送到医院的时候 本来就要做手术 一直通过早上 我去找她姑妈 就找她姑妈 不愿意到医院来 然后我 把她骗过来 不然说 手术费已经交了 什么都交了 不用她管 不过来请她坐 我 交车会去接约她 然后她到了医院来 我让她先照顾一下她 房子又卖吗 那手术费吗 都相信对不对 我的姑妈 我十分钟 出一个电话 小方透露 小游父母离婚 父亲已经去世 家中亲人只有姑妈跟奶奶 在小游烧伤住院昏迷时 小方曾多次打电话 催促小游姑妈来医院照顾 却遭到冷言拒绝 在好友命悬一线之际 小方卖掉了王母留下来的房子 换来三万元治疗费用 加上政府的帮扶 才解决了住院治疗 近二十万的费用 可如今出院后 小游今后的生活 又该怎么办呢 现在是已经出院了是吧 对 出院了 那你现在住在哪里呢 住在一个姐姐家里 姐姐家里 嗯 让她照顾小孩子 伤口开始感染 伤口开始感染 怎么没有去医院治疗呢 没有钱 没有钱 出院后 小游一直跟随着小方生活 可小方年价二十岁 靠着每天收发快递维持生活 根本无力承担好友的后续治疗 从事发到出院 已经足足五个月时间 姑妈 又为何会对中毒烧伤的小游 不管不顾呢 随后 寻情小组 找到了小游的姑妈 那边 那边 嗯 怎么不去不敢找她呢 想找她 不想找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想面对是吧 不想麻烦 不想给她们增加 然后 心理上的负担吧 临近小游姑妈店门口 小游却止步不前 她一个人蹲在店门口的墙角 中毒烧伤后 后续生活仍是未知 小游犹豫的背后 到底有何隐情呢 这个姑姑是吧 姑妈有不亲过 她是我老子见到的 我妹子 我女生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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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生管的问题 我女生管的 因为我女生管的 我女生管的 她是我老子见到的 刚与小游姑妈 尤美华一见面 她便非常愤怒地 要与小游断绝关系 并且还爆出 小游身上的一个 身世之谜 原来 小游竟是游家收养的孩子 这究竟 是怎么回事呢 她们14天 我老子见到的 她们13个妹子 我老子见到的 你跟她们亲生父母家 有过联系吗 我连她亲生父母 是哪一个都不知道 她自己有个亲生父亲 现在她母亲14个年 她去过 她找我 就是你有联系找到我是吧 哪里 在我老弟 还在活动的时候 她这个妹子去找过 就有来往 就有来往 尤美华透露 由于弟媳无法生育 因此 弟弟便收养了小游 在小游来到家中后不久 弟弟与弟媳离婚 小游便由弟弟独自拉扯她 直至六年前去世 为了抚养小游长大 弟弟几乎倾其所谣 弟弟跟她的感情好不好 她妈晓得了 她妈晓得了 弟弟什么都买的 妈妈她她老婆 要她老婆都没多的爸爸 但是自家都不好 妈妈她我老弟你得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她天天在外面活了 听起来她自己去本 我老弟在干净着她呀 她才喊救命 有美话说 弟弟是收养的小游为掌上明珠 非常溺癌 为了侍女 弟弟在离婚后 友好的对象都没有再娶 可叛逆的小游却并没有珍惜 而这次轻生更是让尤美华更为震惊 既然尤家人如此在乎小游 可为何在小游轻生后 尤美华却表现冷漠呢 我去杀呀 治疯呀 能究竟把自己烧起 拿着盐子烧到烈药里面 我又弄个板子 就马上去 你又被决了 到个地方再生了 到个地方再生了 就一次一次让你烧心了 好 烧心还发到一遍 并且她拿着 每次在那晚高的 舍我舍着日 狗比咋着不日 我摘很了 我过个班她 在晚高的舍起我 我过来 你不是在人的 你不是在人 我又摸着衣服帮你 我给你本身 你没得学员关系 是吧 我老弟有十个五年 十五年 我几个六年搞到的 我之前把你带好 把你带着人去来 你给我舍我舍他 在小游出世之后 尤美华立即赶到医院 并支付了几千元医药会 可当她看到小方 在网上发布网帖 指责她置之不理时 她便寒了心 尤美华即通信 与小游此次重度烧伤之后 带来的伤害 可她又无法谅解 小游的一错再错 墙角的小游 听到姑妈 愤愤不平地表达后 兴兴地离开了 事发当晚 小游拿着酒精 点燃了自己 导致全身烧伤面积高达50% 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如今已是面目全非了 从小游烧伤住院 到如今快五个月的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内 全程陪护并照顾她的 只有好友小方一人 为了救治烧伤的小游 小方便卖了母亲留下的房子 并且四处筹措医疗费用 可是小游的亲人 却始终态度冷漠 当我们找到小游的姑妈 尤美华时才了解到 小游原来是被收养的孩子 并且从小性格叛逆 16岁那年 养父去世之后就很少和家中来往 如今小游的养父已经去世 养母音讯全无 小游今后的生活又该怎么办呢 她的亲生父母又是否知道她烧伤的消息 你逢小游就知道自己的身世 知道 你见过亲生父母 你见过亲生父母 我跟我的亲生父母没什么家庭 基本上几乎都没说过什么话 我每次去我阿姨家 我的小阿姨都有SK 你养父去世 你去找过亲生父母吗 有 有找过 嗯 你当时是想回家 想回亲生父母家 也不是想回家 就是想去干干嘛 可是我亲生父亲 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也没有给我一个笑领 小游从小便知道自己的身世 并且跟亲生父母家有过来往 与一位亲姨妈的关系还比较亲密 在养父去世之后 小游曾找到过亲生父亲 但生父却对她态度冷漠 自从那一次之后 她便断了与生父之间的联系 而这次小游中度烧伤 生父又是否知晓呢 我直接给我打她亲姐姐的电话了 你妹妹她自己自奔 我就跟她解释 她自己闹的 她说她不为她妹妹做的这些行为负责 她说她不管这些事情 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挂了之后 我们又在通讯录里面找到她阿姨的电话 阿姨也好像表态 就是说那这些事情她也管不了 让小游无法理解的是 自己的亲姐姐明明知道她已经重度烧伤 可血脉至亲却表现冷漠 从未探望过她 既然小游从小与亲生父母家常有来往 现如今她们又为何置之不理呢 目前小游的养父已经去世 她的生活仍无着落 那么小游的生父又会不会管她呢 时隔多年小游已经断了与生父的联系 也记不起生父家的住处 她只能与小方来到了亲姨妈的门前 小游的亲姨妈 又能否告知她生父的消息呢 你姨妈是哪个 我们是她姨妈 我们是她姨妈 这是你的姨妈不 你认不出来了 你认不出来了 你问她姨妈 不是她姨妈 不是她姨妈 是哪里啊 我们是那个 她是姨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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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这位中年妇女便是小游的亲姨妈 可当见到戴着口罩的姨侄女 站在自己的面前时 她却声色俱力地否认了她们的关系 并拉着丈夫急忙回避 小游心中最为亲近的姨妈 为何会如此冷漠呢 她是想找她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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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笑的 我怎么找她 我找她 我们作为物流的话 这个 我以为你害我懂得 过来 你是有什么男主吗 这我这三番啊 这是不是你指的啊 不是 不是是吗 对 小游姨妈一直忙于自己的生意 并不理会小游 当寻情小组问及小游生父的消息时 她显得非常反感 小游的满怀希望 遭遇姨妈的冷言冷语 她双手插在口袋 眼睛死死盯着远方 小游呆呆地站在姨妈的店门口 姨妈是她目前唯一能联系上的亲人 可却给了她一个猝不及防的冷漠 养父已经去世 她已经无以为家了 中毒烧伤之际 难道她连自己的生父都无法依靠吗 就在此时 小游的姨父将她拉到一旁 她叫我牛满满 她不叫姨 她叫我满满 你说你刚才是没有认出她来 认不出来呀 她烧伤之后没看到 她以前也长得还蛮漂亮的 对啊 我很喜欢她在小时候 她有时候跟她养父养母 养母都来得少 就是养父 到我家里玩的话 那次数也很多 她跟您接触比较多是吧 对啊 而且 就 那个养母 她的爸爸是个表哥 表妹的关系 小游姨父介绍 小游排行第三 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生母 已经去世六年 由于生父与养母是表亲 因此 两家人此前一直互同来往 既然两家占亲戴故 可为何这次小游命悬一线 紧急求助时 至今的血脉 又为何如此冷淡呢 说实话 她能够听话 我没愿意管她 目前她父亲 基本上也对她很失望 对吧 你现在你倒在买不上 这边唱了 我肚子 这边唱怎么好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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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好 小子送到哪里牵的 就要有眼无眼 是吧 小游移父解释 亲人们之所以 与小游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其原因 还是在与小游本身 一旁的小方弄不可遏 她认为 是小游亲生父母 放弃了小游 才导致她今日这般局面 小游中度烧伤之后 与亲人首次相见 他们 又为何会对她 独家指责呢 她曾经到我们这边 住了很久 一两年吧 但是她突然跟自己 跑出去 她不要我们的 从那之后 她就很少跟我 明镜区别给我妈打个电话 要钱 在表姐眼中 小游是一个叛逆 并且不知恩图报的女孩子 生母迷流病逝之际 小游未曾回来探望 而每当她遇到麻烦 便回前来求助 让人不明白的是 小游在生养两家 都是这样一父不堪的形象吗 她与亲人之间 到底有何误会 紧接着 小游姨父 爆出了一个惊天隐情 她这些年 一直干什么 能那么清楚吗 就是从她养父去世之后 到现在十年当中 不得你都觉得 我今天有这样的故事 从监狱 从监狱出了不得 才出生的这些事情 对对对 她从监狱出了 帮我这里了 我这里 我老婆给了她五个月 我们希望她走正路 走正路的话 哪怕我们 就算你送个别人 还是我的外甥女 我还愿意帮她 你不走正路 我们怎么办 她亲人父亲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有一点回遇她吗 对对对 父亲呢 本来家里搞得也不好 她养 她和她的亲生母亲 我是已经有 我是已经有 十年以上了 小游姨父语重心长的说 他们并非对重度烧伤 命悬一线的小游见死不救 而是小游过度消费了亲人们的关照 与爱护 小游还曾触碰毒品 狼当入狱四年 而在改过自信之后 小游又做出了引火自焚的疯狂举动 这也让亲人们再度失望 小游姨父说的 是真的吗 是什么原因 不是你呢 你是不是 不知道 不是 不是 她说是因为你不听话 那也是以前啊 不算以前都不听话 这样子早上 应该不应该不认我 是什么 是不是你自己疏远了这层关系呢 可能是 你现在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她们对你这样 我就想能管现在 就像我以前 再不听话吧 就是我这样子 我跟她们 玩一下我吧 因为我实在没办法 实在没办法 此刻 小游或许才能明白真正的孤独 她本应该享受着 亲养两家人带来的爱护 可她却偏偏走向了一条疏远的道路 无法理解的是 无论生养两家 她们都曾给予了小游足够的照顾 可小游却一错再错呢 因为在家里 总觉得自己跟她们没有血缘关系嘛 然后又只有爸爸 然后她对我养父是 谁那种 又爱又恨的那种 因为她对我很好 确实很好 她可以就是说 老婆我要天生的 夜里还能够栽给我 只要说我说我要 因为我在街上读书的时候 我是技术的嘛 她的晚上会生根本一 跑到学校来叫 来喊我 可是我根本出不来 我们女生说这下面大门是锁着的 不能下去 然后我只能听到她在那边喊 然后每次喊了之后 我们学校老师 校长和门卫的导演 都会来跟我说 叫我跟我爸说 叫不要到学校来叫 不要到学校来叫 不要到学校来闹 可是我跟我爸说 我爸就不懂啊 然后我就会觉得 好难看的那种 但是我就小的她是因为想我 怕我 怕我走了 养父给了小游全部的爱 这份爱既伟大又沉重 可在小游心底 身世仍像一根刺扎在心底 三姐妹独独使她被送养出去 在收养家庭 养父母早已离婚 没有母爱的抚慰 仅靠着养父一人拉扯长大 小游从小叛逆 渴望自我证明 以至于误入其路 就是喜欢靠家游 不想做什么 就是希望自己能独立 希望靠自己 然后我自己 不要去靠家里 不想象他们 我想 就想做出一点成绩给他们看 所以就说 其实我变好了 我会工作 我在工作 我在赚钱 不是在玩 我记得第一次 第一个月发工资 然后我拿着工资回家的时候 我都觉得自己很开心啊 因为可以给男爹钱啊 可以给谁给姑姑啊 我不想被自己回去 她没给我的想法就是 她有什么想象 对她说 交情 这是我彼此的 结束四年的铁窗生活之后 小游也曾想努力融入社会 可她却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不论生养两家 他们都将自己视为麻烦 可小游无法明白的是 她已经改过自新 而在这次重度烧伤之时 亲生父亲又为何置之不理呢 虽然从小生养两家亲人互有走动 虽然小游的养父给了她亲其所有的爱护 虽然所有的亲人对她都非常照顾 但被送养的事实 却是小游心底一个无法释怀的症结 小游从小性格叛逆 希望可以证明自己 以至于误入歧途 在养父去世后不久 她曾经度过了四年的铁窗生涯 而当她改过自新重新开始时 却发现自己依旧漂泊无一 在面临挫折和打击时 她选择了亲生 正是由于小游曾经的错误 以及不珍惜自己年轻的生命 才导致亲人们都已经对她寒心 对于小游的现状 生养两家的亲人是既感到痛心 又恨铁不成钢 那么小游的生父 能否给予她今后的生活以帮助呢 生父陈国强会是怎样的态度 在小游姨父的联系下 小游生父陈国强出现了 知道她这个事情吗 知道她这个出事了吗 没人告诉你吗 没有 刚刚听说是吧 刚听说了 不晓得什么事 还不晓得什么事 还记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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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在那边 就在那边 看一下吧 没事 车子在那里面没事吧 陈国强大概六十岁的年纪 得到消息后 从工地赶了过来 让人惊讶的是 这竟然是陈国强第一次得知女儿萤火自焚的消息 她并没有急于与女儿相见 而是不知所措的 朝小游姨父询问着什么 时隔多年 这对妇女在这般局面下再次相见 又将是怎样的场面呢 你还不晓得出了什么事 别人说 别人不存的 这是爸爸了 扔不出来了 扔不出来了 嗯 看不看 这种原汁就比原来然好的造成多的 啊 原来然好的造成也不需要这个的 原来蛮好的 嗯 你现在是不敢相信它变成这样子了 做感看 陈国强看了看眼前这个戴着口罩 露着伤疤的女孩随即转过身去 颤抖着点燃了手中的香烟 并说了一句 女儿之前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小游递着头强人泪水 没有开口叫一声父亲 父女俩以前以后短短的距离 却像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喊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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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 喊爸爸喊 我妈说还是了 其实 那你关键是什么 不该给别人干的 你自己把他给我关 你妈有你在的不需要 没想象征我今天是这样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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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喊一声好吧 好 好 好 走 四座女儿的 毕竟这也是生你的父亲 你的亲生父亲 好吗 好吗 过去喊一下吧 多年后的妇女重逢 显得极为尴尬 陈国强不知如何开口 小游不愿亲近生父 两人甚至都没有相互看过一眼 陈国强手中的烟还未抽完 他便离开了 没事 您有疑问可以理解 但是你还是先 跟女的相认一下 陈国强一直询问着小游轻生的原因 父女俩的眼睛非常相似 眼神却又没有任何交集 对于眼前重度烧伤的女儿 陈国强会是怎样的态度 在小游养夫去世后 他们又为何断了联系呢 就是来他姨妈家里 但是不带他来 不带你家 为什么呢 我也搞不清 你说他养夫对你有意见 他犯罪对我 我又怕他 他就一张两笔九尺牙齐的 跟着他走 我怕他打我 他遇到人也不知道 我做哪个人呢 不知道慢慢 更清楚发生 还是这些东西 我记得是 多初中的事 他就说 再过来他日记管不了的 他翻过来度许 我要的翻个度许可以 但是你不能够 你不要 你不要来 他说不许是你跟女儿有联系 不许是有联系的 对于小游此次前来 陈国强一脸默然 由于小游养父非常宠爱小游 特别在意小游 与亲生父母之间的联系 所以 陈国强跟小游的沟通并不多 由于自己刻意与女儿之间 保持了这种距离 所以 对于小游的近况 陈国强也是知之身上 你觉得他养夫家 很在乎他 如果你再去多管鞋 就是多管鞋 是了 反而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在你的这种生命当中 或者说你的心里 其实这个女儿是 跟她没有关系 小游之于陈国强 更像是一个特别陌生的亲人 甚至与陌生人没有区别 这次小游亲生时 前面两个女儿 也向她隐瞒了消息 可这一次 重度烧伤的女儿 再次找到自己 请求帮助时 陈国强又能否答应呢 今天在到来的木铁 木铁就是找我 有些只能走 我找到我 他能管他 没什么 他就是觉得 不应该让他送走 是吧 那个话就忍不住来干的吧 那个话就忍不住来干的吧 就是 他应该斩截 他没有人心对 这个有养父养母接受 这边亲生父母同意 养父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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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应该被亲生父亲管 这不是你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吧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他现在没有人管了 现在没有人管 该怎么管 可以管了 那为什么这些没有管 他住院的时候 身无分文 身上在那里杀我 他没有手机 我告诉他们 我说我不要你们的钱 我说我就放 你们来打把手 我房子能卖钱吗 小方直接向小游 生父陈国强提出 他已经无力担负好友的后续治疗 需要陈国强肩负起照顾小游的责任 面对女儿如今的现状 陈国强又能否答应呢 我从小就已经做了 活化的手术 很担心 是吧 从这个法律下 生父生母 或者这个 这一步的是吧 这起一点 这一点 从法律下来讲的话 他养父过世了 他能够长到神父的 我咨询的就是 这是另外一个法律 是吧 第二点 他长 从小送出学代 然后长到成人之后 他也没有回这个家 他也没有提出来 就回来 是吧 是吧 不一定是 你现在看这个情况 八百六十多岁了 还要用申请的问题来打工 为什么照顾 为什么呢 女儿被送养出去24年 又曾断了联系 如今中度烧伤 再次请求照顾时 陈国强久久没有答话 小游姨父表态说 陈国强已经六十岁了 还要靠着做苦力来维持生活 让他负担小游今后的生活 恐怕有心无力 听到这样的回复 小方的情绪变得异常愤怒 突然冲出门外 你妈妈拿过医师 你没提出来吗 我给他干 你知道吗 你提出来的吗 我带着我救你 好好听什么 我看到你抓你 我带着医师 你给我引起来 我听你 就要自我为救你 带着 你谁让我带出治疗 你知道吗 你带着医师 你带着医师 带着医师 你带着医师 你带着医师 他帮你 我说不管他 你怎么跟你讲 不要对他家里人 把这种处理 我要回去 我现在回去 你等一下嘛 你今天来都来了 跟人家在一起回去嘛 好吧 你本来也是带他 找到父亲的 我可找到医师 小方将生命垂危的小游 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如今又帮着他 找寻一个依靠 可几番请求 却频频遭受冷遇 他愤怒地将脾气 发泄在小游身上 小游眼眶湿润 眼神中透露着担忧 对于未来 他到底 做何打算呢 我不想拖累他 不想拖累他 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想让父亲来照顾你 小游知道是自己曾经的叛逆 辜负了生羊两家的亲戚 小游知道是自己曾经的叛逆 辜了生羊两家的亲戚 是自己一再成为了亲人们的包袱 各线如今 伤口溃烂 他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 他仍希望在绝境之时 生父能拉自己一把 面对女儿的哭诉 陈国强能答应吗 这是你姨妈的钱 全部省出来了 别的名字 你先在那种 做的小钱用的那种 你先别哭 哭没不解决问题 是吧 即使也是在帮你 你们谢谢爸爸 这个不要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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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实心里是什么 他有可能就是 走这种急吧 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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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当然了 这个是你 你女生的女儿 你肯定对她最有感觉 陈国强没有犹豫 他从裤兜里拿出一叠钞票 全部交给了小游 他既愧疚于女儿如今的现状 却又无力改变什么 这种最为朴实 最为直接的方式 或许是他目前 能给小游最大的帮助 看到生父与姨父的表态 小游不禁泪如雨下 也终于开口 笑出了一声父亲 这是二十四年来 父女俩第一次握手 这也是小游第一次称陈国强为父亲 对于小游接下来的生活来说 足够的物质或许十分重要 但心底对于过去的释怀 或许是任何东西 都无法取代的 命运对于小游来说 的确是不幸的 被亲生父母送养 自小养父母离婚 十六岁养父去世 其实小游原本可以享受着 两个家庭对她的好 可是她却偏偏用介怀 来面对这些关爱 所幸的是小游和生父最终也化开了心结 生父也答应给予她力所能及的帮助 小游的姑妈也告诉我们 只要小游能够真正的悔悟 能够真正的站立起来 亲人们依旧不会放弃她 我们希望小游能从多次的教训当中 真真正正的成长 不要辜负了亲人们对你的期待 同时也希望爱心的观众朋友 来帮一帮小游 在她后续的治疗过程当中 帮她一把 欢迎回到段妈妈扭弱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就给您讲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 夫人恶交迅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由段妈妈扭弱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自己收入 把自己收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